大家好,我是聲鼠Academy的Kelvin 歡迎大家回到歌唱笑教術 前幾個星期我們都說了《星夢傳奇》兩位 其實相當的女歌手 演繹的反應也挺兩極化的 我在這裡再說一次我的立場 就是我明顯覺得Gigi是要比Chantelle好 要說唱功 而且說真的那句就不是好一點 不過這是我的立場 在瑕疵要知道這個節目裡面 本身就是去講一些節目裡面 或者歌手裡面的瑕疵 不是去拆鞋這個節目 我希望你要知道 而且為了讓各位觀眾知道 我不是有心針對某電視台的節目 所以其實《星夢傳奇》 老實說我一直都有兩個很欣賞的男歌手 就是Rock和Archie 這兩位我都覺得是非常之好 甚至要比很多我之前說過 《星夢傳奇》裡面的參賽者更加強 雖然我有說過 就是這個節目的後製做得非常厲害 但後製是幫助不到聲音變得很困難 或者做得比較實 只能做到大小聲 哪個樂器比較實 後製做不到聲音質感上的Tuning 即是做不到太多 所以你一聽 基本上你就會聽得到 那個歌手很明顯的實力 和其他人一比起來有什麼分別 所以這兩條影片 會講一下這兩位歌手的風格 有什麼不同 很難得找到一條影片 就是他們兩個唱同一首歌 亦都是和一位很霸怕的歌手張景希合唱 記得這個青春上珠 你記得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告訴我 哪一個風格才是你比較喜歡 或者哪一個歌手的演繹 你會比較喜歡 好 那我們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影片 Let's go 好 接著我們再聽Rock的版本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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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Depends 我覺得這個情況 你說家長是不是很Q了整件事呢 又不是的 只不過我自己會覺得 Archie的版本 那個感覺是比較有力量一點的 OK 好啦 那我們聽完最後的位置 來了 時光這個壞人偏強暗默如虛 你無聲也不虛 嗯 OK 好 接著就聽Archie的版本 我已對應時 你又已安睡 不及你的歌 畫錯給你的歌 你不是說 我是啊 壞事 他 她 非常 她 actors 我 謝謝 好,OK,那聽完了 我先說第一件事,好嗎? 最印象到我其實是張敬軒明顯有偏心 我不知道,我說笑而已 因為其實他有個禍音在Archie唱的時候 那個是... 頂了,OK,唱來了 那個位置其實和音唱得很好聽 完全達到滑龍點睛的作用 那這裡我真的覺得是一個神隊友 那Rock的版本就沒這麼做到 整段演唱裡面,你可以感受到Archie會比Rock用力很多 有看影片的觀眾都應該會知道 這些東西其實跟後頭的位置 還有我們的擺盒是有關係的 Archie的喉頭位置相對來說是低一點的 即是他咬字的力度都很實 閉盒的力度很大 即是你會聽他可能 為何... 很用力的喉頭,有些壓下去的感覺 那這件事其實跟音量沒什麼關係 因為音量是可以調整的 但剛才我說過,質感反而是調整不到的 Rock這一段我覺得力度有點不夠大 因為十分滿分,我覺得他只給了七分左右 我覺得Archie就... 聽起來有八、九分 那這個差距呢 我想會令觀眾覺得 哇,Archie好像是有power一些 有感情一些 因為這首歌呢 始終你去到後面 你是要有那種power 才有情侶出來 因為很多朋友都是唱歌 經常都覺得 我只要做好的技巧 我可能就會唱到感情 但那件事就是 有時感情是需要跟音量掛勾 你需要很生氣 那麼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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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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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K 那是無用的 你可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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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有足夠的音量 OK? 總結一下了 我覺得Archie沒有獲獎 我覺得可惜,因為他真的唱得不錯 做完這一集,沒有什麼瑕疵說 所以我把他放進去分析 而不是瑕疵你要知道 這裡想告訴大家 瑕疵你要知道這節目 不是真的去捉人家的瑕疵出來 而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自己唱歌的時候 留意多些細節 很多東西根本不需要歌唱老師 監製才會有權威 大家都懂得分什麼好聽什麼不好聽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多點訓練自己的聽話 無論你在學唱歌或是給評論 我希望你們大膽一點 不用怕,因為有些東西不是專業人士才可以說 這個好聽一點,我覺得他可以用力一點 我覺得他唱輕一點也好 這些人也可以說的,可以嗎? 相信每個人都可以是一個專業的聽眾 可以嗎? 今集我們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分享給喜歡唱歌的朋友 我們每個星期三和六 希望可以多拍一些 都會有一條影片講關於唱歌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說一下 有什麼想要我們拍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